ENGTH specification 被文字的谈计 你来酒 和北伯 próxima人送一点去 我送一点 到他们喝醉为止 是 来 再来干一杯 卡塔尔人 都起来喝马来酒了 你们的扎林布和不是已经死了吗 就当是死了一个病娘一样 反正你们以后成了我们可汗的部众 这是一件多好的事情啊 算了 你们是谁啊 是扎林布和的什么人 最亲最近的也就是个文虎奴隶 换个主人照样吃饭干活 我们可汗让我送马来酒来 如果你们高兴的话就喝喜酒 不高兴的话就借着交交仇 反正马来酒是不分敌人和朋友的 谁喝到肚子里啊 谁最舒服 这位将军 你们把我的女儿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的女儿被人抢走了 不会吧 可汗说了战略贫和俘虏一起分配 是带走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 好像是你们可汗的拿克尔 那没关系 我是可汗的众人之长 你只要指出是哪个混小子抢了你的女儿 我让她从此再也喝不了马奶酒 好吧 跟我来吧 来啊 知老温 是叫你妹妹来 是 好久啊 就没这么痛快了 真痛快啊 还是中原人好啊 他们睡床 那东西得有四条腿 知道吗 像马 不对 那像牛 也不对 你一定像骆驼 哎 你也就不能说点草原上没有的东西 去吧去吧 是 快走吧 你放心吧 他是个好人 我告诉你的话 你都记住了 啊 记住了 只是我有些害怕 不要怕 你且有我呢 啊 走吧 去吧 什么人 是我 是冷温 这是克安要找的人 我带他过去 走吧 去吧 克汗跟我说了 他什么人也不见 我知道了 这边 五华丽叶在这 是众人执掌吗 克汗什么人也不见 我不是要见克汗 我在寻找一个人 到这儿找人 找什么人 一个发情的尔马子 他不顾克汗的命令 抢了这个人的女儿 你为什么认定那个人一定在这儿 别的地方我都找过了 好吧 我们当职的人都在这儿 你自己找吧 叶哥扯连 你过来 你看看是不是他 这可是掉脑袋的事 你可要看准了 不接受话 叶哥扯连 你仔细认认 到底是不是他 有点像 什么 好像个子没有他这么高 你再看看别人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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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抢了我的女儿 赤老温 你对这事怎么说 我 我 我无话可说 老熊 你对克汗有救命之恩 想要个女人 让克汗赏你一个吗 何必要抢呢 没办法 只有先把你抓起来了 行 别客气 我这个人什么坏处都有 就是没有客气的毛病 他的女儿呢 这个 我可不能告诉你 你大概是没有上过安子的尔马子吧 那只好先关起来 等明天克汗亲自处置你 带走 赤老温 走吧 走 走 赤老温 快起来吧 你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那必是他的二人 你是怎么进来的 克汗 是我让他进来的 何大恩 是你安排的吗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野宿根 外面是谁当职 是我 有什么事吗 可汗 告诉众人智障者了面 没我的命令 谁都不许进来 是 可汗 臣妾 我犯了可汗 请可汗降罪 你别怕 我不会降罪你 你长得可真漂亮 你长得可真漂亮 告诉我 你想要什么样的册封呢 可汗 我是你的俘虏 不要说册封我 即使是把我当做普通人 或者奴障 也是对我的恩典 只不过 我父亲野柯成 是塔塔二人 仅次于扎令不合的首领 只要他真心归想你我 我非但不杀他 还可以让他在我的帐下为将 是 谢谢可汗 从现在起 你就是我的野苏干妃了 谢可汗 可 我还有一个姐姐 姐姐她怎么了 她长得比我好看 又聪明伶俐 她才配做可汗的妃子 果真如此吗 野苏干不敢妄言 那好 我马上派人去找她 不过 找到她之后 你肯把自己的地位 让给她吗 这要可汗将恩 野苏干愿意让位于姐姐 想不到你 不仅有花朵一般艳丽的容貌 还有金子一样的心肠 来 过来 城首 tendon 你刚才答应我的事 可汗 可汗 我这里面传令下去 在塔塔尔的服务中寻找一个叫野醉的女子 找到她 立刻给我送 是 可汗 昨天塔塔尔首领耶克扯连告诵说 是你的拿克尔抢了他的女儿野醉干 知道了 你去把那个野克扯连给我找来 我得认真亲 可汗 怎么那么乱 我还是明白了 明白了 我去办 是吗 把可汗之命 寻找一个叫野醉的塔塔尔女人 快点 快点 那边 那边 那嫂人 你分了多少 他当然能听 一千人 假设女人和孩子有三千吧 差不多 我还没来得及情愿 你见没见过一个叫野醉的女人 没有 你找她干什么 坐牌 坐牌 野醉找到了 在哪 在霍尔匹营店里 为什么管她带来 霍尔匹要娶她做老婆 你没听可汗说 要那女人吗 说了 可是她说 可汗亲口答应她 娶三十个美女做老婆的 可汗是说过这话 那该怎么办 这件事只有一个人能办 谁 准了面 你别怕 论起来 我也是启言部的开工工程 可汗对我都是言听计从的 你嫁给我 做我的别妻 也算是你的福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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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我也是 不要 你们 你们这是干什么 快把衣服穿上 可汗要见你 你怎么像闯入羊群的恶狼一样 我也是 你怎么像个发情的公牛 等等 这个女人是我抢来的 理所当然应该由我来处置 你忘了 进攻之前 可汗已经更改了强烈规矩的就力 一些缴获集中起来 由可汗论功行上 难道我这次功劳还不配得到这个女人吗 你别急 那样 你这次功劳只配得到这样的女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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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滚 你 你 参见可汗 参见野随飞 野柱干飞 坐吧 今天 召开一个库里台大会 虽然我称为可汗 可是祖上留下的库里台大会 由全体将领和贵族们共同决定 部落里的重大事物的劳力不能废除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 那就是败有重大过失的将领和贵族 是没有资格参加议事的 现在我请达理台叔叔退席 那些夺我妻子和别母的灭尔弃人 被王寒的大军消灭了 可恨的是主将托黑托阿和他的儿子呼嘟 逃到了奶蛮部寻找太阳寒的庇库 我没有办法惩罚他们了 而长生天保佑 乍临不合的塔塔尔人 被我的苏鲁定长枪征服了 你们知道 为什么把投降和被俘虏的塔塔尔人 分给了你们每一个人了吗 朱齿台叔叔 你说说 是为了论功行赏 故离将士英勇杀敌 不 你忘了 先父耶稣该被塔塔尔人用药酒毒害 临终之前所说的话了吗 我记得 耶稣该收领临终时留下一言说 有朝一日 我的后人给我报仇的时候 抓住那些塔塔尔人 只要超过车轮高的男子 一个也不留 别的骨台 你看应该怎么行动 我 在战场上杀敌 我连眼睛都不会眨一眨 可让我去杀手无寸铁的俘虏 我下不了手 是吗 好像你在攻打灭而起人的时候 也杀了不少手无寸铁的俘虏吧 别了骨台叔叔 你只要想一想当年塔塔尔人怎样杀害了我们三位先祖 你就下在了手了 三哥 不要紧 我们兄弟几个帮你 好 从今天后半夜到明天凌晨 我们必须把这件事办完 听我的号令统一行动 不许任何人心慈手软 不许任何人走漏丰盛 留下一个祸根 就是对三位先祖的背叛 父亲 有什么事 你先跟我来 我先走了 刚才 可汗着急护了一台大会了 父亲 你我父女 既然享受到可汗特别的恩惠 就不要多事了 不 孩子 你虽然享受到了荣华富贵 可你千万不要忘了 你也是塔塔尔人 告诉我 可汗如何处置塔塔尔人 父亲您就别问了 记住 晚上千万别出来 待在帐篷里 啊 为什么 父亲 我该走了 你们两个到那边去看看 怎么回事 是 别的古台将军吧 啊 也可扯怜呐 去看女儿了 听说 可汗要把塔塔尔人全部杀掉 是吗 不 可汗只是说 杀掉高于扯伦的男子 不过 你当然例外了 啊 哈哈哈哈 但是啊 还是要小心点 啊 父亲 你不打算执行伯父的命令吗 哎 一千个塔塔尔男人 好好的 突然就变成了孤魂野鬼 真不忍心啊 可是不执行伯父的命令 伯父会降罪于父亲的 我倒有个主意 你讲 我们把五百人 立即分放到原来的不重之中 将剩下的五百杀掉 大伯父怕不会亲自查点死人的数字吧 那些被杀掉的五百人也够可怜的 托虎说的也对 我们至少超生了五百人嘛 那我们就得马上严密封锁消息 不能走漏风声啊 哎 叶姑 叶松哥 你们带人把营地封锁起来 不准任何人进出 是 托虎 你和你的母亲 跟我去安置那超生的五百个塔塔尔人 是 不好了 今天晚上铁武针 要把我们全都杀死 哎 赶快拿起一切可以当做自卫武器的东西吧 铁武针要把我们全部杀死 铁武针下令你 要把柄车轮高的塔塔尔男人全都杀死 铁武针要杀死所有的塔塔尔人 站住 干什么去 啊 给我去那边看看 塔塔尔人 给我抓起来 哎 放开我 放开我 我是可汗的岳父 阿爹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不过我听说伯父带了两个塔塔尔女人做妃子 那该怎么办呢 如果怕走到了风声 不知鬼 觉得杀了他 不 你们不能杀了我 你们不能杀我 去 把你们的父亲找来 哈萨 哈萨 我是耶克承连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他是耶克承连 是耶随和耶稣干的父亲 怎么样 你们还不赶快把我给放开 好了 快去吧 你们告诉他 要想留住哪个爹 说不用想脱江的野马那样到处乱窜 我去吧 我是安八海的灵魂 和我一样被塔塔尔送给金朝皇帝顶在墓驴上的 我金巴黑的灵魂也来了 让他卑鄙守丹独死的耶稣甘永治的灵魂也来了 三位先祖 铁木真就要替你们报仇了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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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啊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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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不少人 一定是有人揍到了风声 怎么办 杀 继续杀 一个一个部落的解决 是 等一等 把野随野苏干这两个该次的塔塔尔女人给我绑来 全体将领到南面的河谷里集合 是 野随野苏干 父亲 听着 你们这两个贱人 是不是你们走漏了风声 是不是你们把我们库里台大会上商量的事情 透露给了塔塔尔人 不 不是我们 可汗 连我父亲问我 我都没说 叶苏干 快起来 不要向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下跪 他不配 住口 你们这两个东西 我安养了你们 并且放了你们为非 在库里台议事的时候 也没有让你们回避 你们却把这样重大的军机 透露给了你的父亲 引起塔塔尔人激烈的反抗 让我的兵士死了那么多人 你们 还想活吗 不 不是我们 别可扯怜 你敢否认吗 父亲 不必否认 野随 野苏干 我的好女儿 是我害了你们 已经很清楚了 来啊 先当着这些该死的塔塔尔人 把他们砍了 走 孩子 等一等 不要杀他们 韩叔 是我透露了风声 你 昨天入夜时分 野克承莲问我要怎样处置塔塔尔人 我不会撒谎 所以就说了实话 野克承莲 是这样吗 是 你不会撒谎 你诚实无欺 你知道 你这一句话 我们一个晚上有多少蒙古将士 死在塔塔人道下 韩叔 听着 今后凡议论军国大事 不准别的谷台参与 你可以在外面整治斗殴盗贼等事 等库里台大会结束 敬过一壶酒之后 方准入内 把野虽野素肝放了吧 不要碰我 我要和我的族人一起死 小姐 按可汗的法律 我应该去死 你有没有为塔塔尔人通风报信 那是我没有机会 否则 我一定会把消息告诉生我养我的塔塔尔人 否则 我如果有了今天的荣华和恩宠 就忘了我的亲人和族人 我便是见利妄义的女人 用刚才可汗的话说 我就是一条毒蛇 你是责备我不该杀塔塔尔仇人 你不该 为了报答你曾对我的一夜恩宠 我向你尽一言 说 你不是想撑雄草原吗 那你就应该放了这些塔塔尔人 你一个女人懂什么 我懂的 我懂得扎木河和塔里胡台用七十口大锅煮了被俘的赤纳斯人以后 许多人离开了这两个暴君 如果今天你要把这些塔塔尔男人都杀了 你就同扎木河和塔里胡台是同一样的暴君 他们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你敢诅咒 你知道千百年来草原争雄的战争都是怎么进行的吗 我看你是草原上的英雄 我才想说 可汗 如果你不杀敢于抵抗的敌人和仇人 就不足以威慑对手 但善杀归降的敌人 就是鼓动一切敌人和本可以成为顺民的人 全都会同蒙古人决一死战 你虐杀俘虏 实际上就是虐杀你自己的士兵和百姓 叶斯姐姐 我跟你一块去 至极糊涂 你要干什么 我也是塔塔尔人 而且是高云车轮的塔塔尔男子 胡闹 你是我母亲的养子 是我的异性兄弟 那我就看在母亲的份上 也向你敬一眼 我要问问可汗 你在屠杀那些塔塔尔人的时候死伤的兵士 要比打败扎木河的时候死伤的还要多 是不是 这是你举措失当的代价 刚才叶斯姐姐说的对 你进行一次次的战争 就是为了报仇血恨 那你就跟铁木真误个 叶斯盖 扎木河 脱黑脱阿 免物真效力图和刚刚死去的扎力不合有什么区别 我心中的铁木真可汗 不是这样的 你应该飞得更高 砍得更远 是 铁木真 你动手吧 你准备让我们怎么样死 可汗 动手吧 等你等铁木真 好 我知道蒙古人是恩仇必报的 不错 我是你的仇人 害死安巴还有我 害死叶斯盖也有我 我愿意用我的血偿还给你 只求你善待我的同胞 和我两个女儿 父亲 叶斯 叶斯盖 铁木真是几千年来草原上最英明最伟大的公主 不要因为我的死而侵犯了对她的忠诚之心 这样 我就死而无憾了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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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克车炼 我没有你这样的草原英雄副作 是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汉事 是长生天保佑把你这么聪慧的女儿野髓给了我 我将给她可以随时提醒我不犯过世的权利 即使是说错了 或者是冒犯了我 我也不怪罪她 有一件事 虽说是我自己的事 可是我既然是可汗 那么我就没有纯粹属于自己的家事了 对不对 博尔帖是我尊敬的父亲为我选配的妻子 是我四个儿子的母亲 多年来我们患难一共 出生入死 感情归同一般 正因为如此 这些年来我既未娶别妻也未娜妾 其实啊 连霍尔士都想娶三十个老婆 我只抢了一个 还被人夺走 别开玩笑 没用 我说的是真实 可汗能娶三百个老婆 只要能照顾得过来 也不为过 好 不要说三百个 就这次评定唐塔尔 我一下子取了野醉 野醋干 两位妃子 我就感到不好向博尔帖交代了 我也觉得可汗这事办得有点歉 我不是说可汗不应该多那几个妃子 汉人的皇上还有三公六亚七十二妃 只是你事先应该对博尔帖大妃说明白 一下子带回两个妃子 大妃一定感到突然 如果影响了可汗与大妃的关系 那可就是整个企业不容器 霍尔士 你的意思是不是 让可汗把两个妃子删给你呢 有什么可笑的 可汗答应过我 我可以娶三十个老婆吗 霍尔士 你的事以后再说吗 现在是不是先商量可汗的事 对 霍尔士 你先别急 咱们哪 还是先听听可汗的意思 我是想在诸位将军中选一位 先走一步 回去向博尔帖大妃疏通水 你们别看我啊 我这个人打仗可以 办这事我可不行 霍尔士 霍尔士跟可汗的时间最长 又是众人之者 我看哪 他最合适 不行不行 我一个女人说话呀 我的舌头硬得跟打狼的棒子一样 霍尔士 你的老婆不是女人啊 霍尔士是有点不合适 你合适 对 他合适 我弟弟苏夫台先回去吧 你胡说 我怎么能行 你怎么不合适 那你回去是准合适 可汗 我试试吧 穆华黎将军来了 他说有要紧的事要面见母亲 不是有战报说已经消灭了塔塔尔人了吗 快让他进来 是 穆华黎将军 大妃殿下安好 穆华黎将军 深夜赶回老营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你说吧 你为什么不说话 是可汗的身体 可汗的身体很好 那是我的孩子们 他们也都很好 是哪位将领出了什么事 没有 那到底出了什么事 穆华黎 这就奇怪了 你先回来一步 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见我 那为什么一言不发呢 你们俩先出去一下 穆华黎 你是有什么难言之言吧 我有一件好事要告诉大妃 还有一件坏事也要告诉大妃 我是没有想好先说好事还是先说坏事 好事让人欢喜 坏事让人忧愁 如果先听了好事一定是先喜后忧 先听坏事那就先因后心 你就先说坏事吧 大喊没有听从驻将的忠告 被两个塔塔美女迷住了眼睛 被两个塔塔美女迷住了眼睛 收她们为第二第三侧飞了 什么 那件喜事呢 大喊没有听从驻将的忠告 被两个塔塔美女迷住了眼睛 被两个塔塔美女迷住了 这件坏事你已经说过了 不 这件喜事和那件坏事都是同一件事 你说什么 我不明白 以前可汗只爱你一个女人 现在她又同时爱上了两个女人 这对您是坏事 从前只有您一个女人关心可汗 现在有两个女人像您那样替您关心可汗 这当然应该算是好事 可恶 不可别人像我一样关心可汗 此时牧已成舟 不可挽回了 大妃如果做个顺顺迎勤 可汗定会为你的宽宏而更加尊重您 您的大妃地位永远也不会改变 这就是好事 如果你公然反对可汗 那这两个侧妃 即使您能阻止可汗 可汗也一定会因为要得到东西没有得到而怨恨您 那么对您来说 就是坏事 是坏的或能再坏的坏事呢 是可汗让您来说服我的吗 不是 可汗让谁来谁都不愿意来 是我自己要求来的 你为什么要拦这件差事 因为您是可汗四个儿子母亲 我不愿意看到您和可汗失和 那样不只是您和可汗的不幸 也是蒙古人的不幸 这么说 不管我愿不愿意 已经无法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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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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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木真是可汗 自然应该有更多的妻子 铁木真可汗派人先来告知这事 根本没有必要 因为妻夫服从丈夫 不民服从可汗 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作为最近最爱她的大妃 很高兴可汗找到了终于的侧妃 我正在为可汗的新人 准备新的窝朵呢 我没有领会错大妃的意思 你说得不错 就这么告诉可汗好了